大家好,这里是奇幻观察室,我成风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从七岁开始偷盗,小到面包零食 然后是书本,电脑,载到汽车,游艇,手枪 最后更是上升到了偷飞机 而且一偷就是武将 小小年纪的他为了躲避警方 独自生活在密林深处与森林为伍 警方对他实施了数次围剿 但都不是他的对手 最终他的偷盗版图横跨美国数个州 甚至波及到了三个国家 他被人们称为赤脚大盗 处处领先警方一步 就在美国对他全面搜捕之时 他却逃出了美国 FBI将其列为头号统缉犯 而当时他只有18岁 是最年轻的统缉犯之一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让我们先穿越回1991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案件的细节 华盛顿州地出美国本土的最西北角 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北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西陵太平洋 州内最大的城市就是西雅图 该州是为了纪念美国首任总统 乔治华盛顿而成立的 亦是唯一以总统名称来命名的州 而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得从这里开始说起 主人公克尔顿哈里斯摩尔 于1991年3月22日 出生在华盛顿州的福农山 他从出生开始 就一直生活在糟糕的生活环境中 母亲怕梅拉科勒有酗酒的毛病 甚至在怀孕初期也没有停止饮酒 父亲戈登摩尔更是酗酒加上吸食为敬品 对这个儿子是不管不问 摩尔四岁的时候 从他家频繁传出的哭闹声 让邻居们察觉到不对劲 他们认为摩尔的父母存在虐待孩子的行为 所以多次将情况上报给了美国儿童保护组织 工作人员也不止一次上门介入 但没有找到明显的证据 也不好过多干涉 在此期间 父亲戈登一直流连于酒吧 夜店等场所几乎是不着家 后因为吸食为敬品被抓 出狱之后就消声匿迹了 一物小的摩尔只能跟母亲相依为命 父亲的失踪 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爽 母子两人只能在拖车房里过日子 而母亲科勒酗酒毛病又戒不掉 摩尔的生活净况可想而知 虽然母亲后来再婚了 可再婚的对象比上一个更差 前科累累 对于摩尔也是不管不问 而且没过多久 这个名义上的继父就去世了 无人管教的摩尔到处惹是神非 上学之后 在学校里也是不服从管教 母亲科勒后来说 自从儿子七岁开始 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在学校里 他除了学习那是啥都干的 打架斗殴顶撞老师 在家里更不安分 一不开心就离家出走 然后到附近的森林里待上几天 后来意料之中的 他学会了偷东西 经常到附近那些度假屋里 顺点吃的喝的以及营养品 因为没人管他 他也就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行为 总之 这种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将想要的东西弄到手的感觉 让他很是着迷 随着偷东西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的技术也愈加娴熟 脸不红心不跳 逐渐的 他心里形成一种理念 缺啥就去偷 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呀 更何况他还只是个孩子 在12岁到13岁期间 他因为偷东西多次被抓 从他家里还搜出了 邻居的摄像机等贵重物品 经过审判之后 摩尔被安排在少年管教中心改造 后被诊断出患有坠立缺陷问题 以及抑郁症 没办法 校方只能将其转到了一家 名为林肯山的特殊学校上学 在这里他仍然是我行我素 唯非作胆 到了九年级的时候 干脆不怎么上学了 开始混迹社会 同时由于母亲的哭示 他被安置在临时寄养家庭 无人管教加上无所事事 让摩尔的偷窃行为更加疯狂 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 早晚都是他的 用什么方式他不在乎 2006年7月14日 鉴于摩尔的多次偷窃且屡教不改 检方让15岁的他出庭接受审判 可他拒绝出庭并选择了逃亡 此后他干脆在卡梅诺岛的丛林中躲了起来 该岛是华盛顿州最大的岛屿之一 面积高达103平方公里 丛林密布很是隐蔽 摩尔就在丛林深处搭了一个简单的窝 由于他从小就经常一个人在家附近的森林里面住 所以他很有经验 不怕苦不怕黑 一个人生存缺啥偷啥 在此期间他还学会了一个新招数 就是潜入他人房子 找到房主的信用卡 想要什么东西呢 就用信用卡在网上买 当物品送到房主的家之后 他再去把东西给偷回来 为了怕警方在黑夜中行动 摩尔竟然利用他人信用卡 购买了价值6500美元的夜市仪等高科技产品 可摆密一书 最终还是警方齐高一招啊 2007年2月9日 在逃亡6个多月之后 警方总算抓住他了 此时的摩尔面对的是多达23项指控 其中大部分都是入室盗窃 在审判中 他选择了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 承证了其中3项罪名 条件是 在戒备森营的格林西尔学校拘留所 服刑3年 刚开始的一年 摩尔表现得很好 你让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他甚至被评为模范囚犯 可变数发生在2008年2月14日 这一天 他被转移到伦敦的一家 名为格里芬的中途之家 这是一个帮助问题少年 重返社会的地方 监管相对松懈 谁也没想到 作为模范囚犯的摩尔 在这里警待了两个多月 就趁人不备 在晚上翻墙逃了 消失在了夜色当中 重获自由的摩尔 开始了更加疯狂的 报复性的偷盗 对于他来说 摆在他面前的一切事物 都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比如他想去哪里 就顺手偷了个车 到了目的地之后 车就不要了 想吃什么呢 就直接请入房子 每餐一顿 想洗个热水澡 就请入一座豪宅 好好地享受一下泡泡浴 他逃走后的第一站 就是他曾躲藏了六个多月的卡梅诺岛 或许对他来说 这里就是他的大本营 此处丛林茂密 确实是个绝佳的藏身之所 随着他的回归 附近住户算是糟了样 家里的物品频频频丢失 当然有时候 摩尔是啥也不难 仅仅是请入房子 洗个热水澡 然后悠哉地看个电影 有时候 他还会把房子打扫打扫 在主人回来之前 神秘地消失 警方耗费了大量警力 对其追捕 可收效甚微 每次他都能摆脱警方 7月18日 一名警察在执勤的时候 获得情报 一辆被盗的奔驰车 在路上行驶 警员赶紧开着警车 一路追赶 就在快要追到的时候 车突然在一片树林旁 停了下来 只见一个年轻人 一闪而过 奔向森林深处 警员在车上 发现了大量被盗的 信用卡手机等物品 从一个数码相机中 还发现了这一张 摩尔的自拍照 他躺在森林的地上 精神状态很是不错 也正是这张照片 让警方知晓 这附近发生的所有盗窃案 都是摩尔干的 而他当时只有17岁 虽然年纪不大 但摩尔极其狡猾和谨慎 在作案过程中 为了不发出声音 基本都是赤脚作案 赤脚大盗的名号 从这时就开始慢慢的传开了 随着警方的多次搜查无果 他也算是小有名气 关注的人一多 摩尔就知道 是时候挪挪窝了 8月份 摩尔偷了一艘船 驾船离开了卡梅诺岛 他一路北上 最终到达奥卡斯岛 在这里他顾忌重施 潜入偷盗享受 岛上居民是怨声载道 当地警方也偷大的很 因为他们一直找不到 偷窃者的任何踪迹 只是怀疑是摩尔干的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难题 奥卡斯岛的居民们准备联合警方 布置一张大网 将小偷给筛出来 狡猾的摩尔听到风声之后 再次决定挪个窝 而挪窝就需要交通工具 上次是船 而这次是飞机 11月12日 摩尔偷偷潜入一个岛上的私人机库 这里停了一架塞斯纳 这是一架四座的单引擎飞机 一般都是私人购买 这架飞机的注册号是N24658 机主是西雅图一家电台的主持人 鲍博·李福斯 摩尔看到飞机的那一刻是血脉纷长 因为他从小就喜欢飞行 可一直没机会 兴奋的他围着飞机赚了好几个拳 然后把心意横向飞机拉出机库 爬进驾驶室 下岸了几分钟 还真给飞机启动了 随后在跑道上快速滑行 并成功升空了 说起来 他这个从来没有摸过飞机的人 能成功让飞机起飞 也不是偶然的 由于摩尔从小就向往飞行 所以他经常看一些飞行杂志 飞行手册什么的 也玩过微软出品的飞行模拟器 当然这些都是他偷的 他盗刷信用卡 购买飞行手册和电脑 然后下载飞行模拟器 或许正是这些知识的积累 才让他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 摩尔开着飞机是乱飞一通 飞过西雅图 最终因为燃油耗尽 坠毁在300公里外的 亚卡玛印第安保留地 飞机是毁了 但摩尔竟奇迹般的完好无损 这可能是因为 他本来就准备降落 飞得非常贴近地面 刚好坠机点又是一片水草地 接下来 摩尔在华盛顿州东部会 日子还是和以前一样 缺啥就偷傻 非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也有 他打起了银行ATM机的主意 利用偷来的工具 破坏取款机 从中盗取了不少钱财 在这期间 有多个监控都拍到 他潜入房子的画面 警方通过他偷盗留下的DNA证据 锁定了他 当地警方便开始追捕摩尔 也不知道是这里的警方更厉害 还是客场作战不太适应 摩尔仅仅在这里混了半年 2009年5月份他就离开了 再次杀回他的大本营卡梅诺岛 对于这里的警察 摩尔似乎一点也不怕 事实上 这里的警方确实拿他没什么办法 这不 在6月份 摩尔还偷了一辆警车 车里的对讲机 枪等物品都被他据为己有了 这下警方就不淡定了 毕竟以前只是偷 不至于伤人 现在有了武器 他就成了极度危险的人物了 所以警方组织了大量警力 对摩尔实施了抓捕 甚至有几次都深入密林围剿 可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而摩尔就在附近的几个岛上打游击 转眼 他已经和这里的警方 玩起了躲猫猫 近4个月了 9月11日 摩尔又盯上了飞机 这一次 他从圣湖安岛的公共机场 偷了一架 希瑞S222 这是一架单引擎的小飞机 性能很好 配备了机身降落伞系统 发生紧急情况时 能够实现安全降落 该款飞机 还有着空中宝马的美誉 有了上次开飞机的经验 这次摩尔更加娴熟 也更加迷恋飞起来的感觉 虽说希瑞的航程很远 但是这次 他只是把飞机 开到了隔壁的奥卡斯岛 然后偷了一艘船 直接北上 开到了罗伯茨角 从这里上岸之后 再偷车 在加拿大的不列甸哥伦比亚省游走 偷钱偷物 值得一提的是 他顺带偷了一把 点三二口径的手枪 最后带着枪 一路东行 抵达爱达华州的邦纳斯费里 9月29日 摩尔直接闯入 邦纳斯费里的一家飞机库 在这里 见到了他的老朋友 塞斯娜182 没有犹豫 他轻车熟路地 启动了飞机 准备再飞回大本营 卡梅诺岛 可没想到燃油不足 被迫降在了 华盛顿州的 黄岗岩瀑布附近 和上次一样 飞机损毁严重 他是毫发无上的 连偷三架飞机 加上至少上百起的盗窃案 让赤脚大盗 摩尔是名声在外 大家都知道 有这么个小伙 走到哪里 偷到哪里 警察还拿他没办法 很多民众都在网上讨论 甚至打赌 摩尔和警方的猫鼠游戏 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摩尔的名声越大 警方就越没脸 后来被摩尔偷过的 几个州的警方 都对他发出了逮捕令 2010年2月10日 摩尔第四次偷飞机 还是老朋友 希瑞SR22 这次他从阿纳科特斯机场 飞到了奥卡斯岛 然后马不停蹄的 前罗岛上一家商店 偷走1000美元现金 临走前 嚣张的摩尔 甚至还特意 画了一组他的脚印 并留下了 嘲讽警方的字母 这一顿操作 让摩尔的名气更深了 为了打压他的嚣张企业 FBI和国土安全部 开始介入 FBI不仅将其列为 头号通缉犯 还联合各个部门 在奥卡斯岛 布置了大量警力 准备拉网式排查 同时 海岸警卫队 也在岛屿附近的水域巡逻 本以为是瓮中捉鳖 手到擒来 可没真想 摩尔竟然跑出了包围圈 然后成功抵达附近的 圣湖安岛 再次回到他的大本营 卡梅诺岛 警方久久拿不下摩尔 是心急如焚 于是就想着 发动群众的力量 希望大家踊跃提供线索 帮助缉拿 这个年仅19岁的 头号通缉犯 可摩尔就像是消失了一样 突然间失去了总计 直到2010年5月31日 警方在雷蒙德这家 受益诊所 发现了摩尔留下的 一个便条和100美元的现金 便条内容是 我刚好开车经过 身上有一些现金 请用这笔钱 照顾一下动物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 2010年6月 摩尔认为 华盛顿州风筝太紧 此地不宜久留 于是他偷了一辆车跑路 横跨数个州 一直逃到了伊利诺伊州 而他经过的爱达华州 怀格明州 南达科他州 内布拉斯加州 爱荷华州 都没那幸免 摩尔是走一路 偷一路 期间换了不少车 7月4日 印第安那警方发现 一架塞斯纳飞机 在卢明顿那家机场被盗 直到多日之后 才在巴哈马的 大阿巴克岛海岸线 发现了该飞机残海 岛上不久之后 就发生了多起盗窃事件 警方怀疑 这又是摩尔干的 没想到 他竟然成功逃离了美国 FBI宣赏1万美金 希望人们勇于提供线索 并联合巴哈马警方 捉拿摩尔 巴哈马地方不大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7月11日 一名保安看过通缉令之后 立马认出 他眼前的人 就是讨犯摩尔 于是立马报警 随后几名警员 在海岸边 发现了一艘被盗的船 船只因为搁浅被困 警员在认出是摩尔之后 果断开枪 破坏了船只的发动机 当时摩尔就在船上 见逃跑无望 他将电脑等脏物扔进了水里 还拿枪指着自己的头 试图让警方放过他 但警方好不容易才逮到他 哪能轻易放过呀 最终 他被巴哈马警方成功逮捕 摩尔被抓之后表示 他是准备乘船逃往古巴的 因为古巴和美国 没有正式的引渡协议 到了那里 美国就拿他没办法了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逃过了美国警方的层层抓捕 没想到 却输在了最后一步上 由于摩尔驾驶飞机 进入巴哈马市非法入境 他被判处三个月监禁 和300美元罚款 不过被抓的第三天 他就被美国引渡到了迈阿密 最后又被转移到 华盛顿州西塔克联邦监狱 在这里 他面临县州 以及联邦的多项指控 涉案地区遍布七个州 仅仅盗窃飞机 他就干了五次 非法潜入房子行窃 更是多如牛毛 检方认为 摩尔的罪行 至少要判处十年监禁 但摩尔的律师表示 他从小就过着悲催的生活 无人教导和照顾 而且患有精神疾病 这些都可以为其争取减刑 摩尔对于检方列举的 偷车偷飞机 非法潜入 非法持有枪支 无证驾驶飞机 等等七项罪名 全部表示认罪 他还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感到后悔 说自己会在监狱里面 好好学习 并攻读航空工程专业 因为这是他的毕生爱好 最终 华盛顿爱兰县州 高等法院 判处其七年监禁 而西雅图联邦地方法院认为 他的偷盗行为 不只是在美国 而是横跨了三个国家 所以 又判处了他六年半的建计 两个行期将合并执行 此时 摩尔的事迹早已传遍大江南北 甚至有关他的书籍都已经出版了 所以 他是个典型的大红人 这不 他刚进监狱不久 二十世纪 福克斯电影公司就找上门 愿意140万美元的高价 购买他故事的电影版权 对于这送上门的颇天富贵 摩尔当然是欣然接受了 虽说卖了一个高价 但实际上他一分钱都拿不到 因为会直接赔付给他曾经偷过的那些人 2016年9月 二十五岁的摩尔在服刑六年之后 获得了假释出狱 他住在西雅图对家中途之家 这是专为有前科之人 或是问题少年准备的临时住所 另外 他还找了一份正经工作 在替他出庭律师所在的事务所当兼职 不久之后 他在网上开展了一项筹款行动 希望有人能捐助他学习飞行 他在筹款页面上写道 现在我已经25岁了 自由了 准备合法的了 我喜欢飞机 但我永远不会再偷飞机或者违法 现在是时候专注于外界自由的生活和事业了 帖子一经发出 很快就筹到了1500美元 但活动被叫停的也很快 因为摩尔身上还背负着债务呢 他之前的偷盗所造成的损失 经过核算 需要赔付152万9千美元 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替他赔付了140万美元 还剩下12.9万呢 筹款活动被停止之后 摩尔表示自己的梦想破碎了 他说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摩尔从7岁开始偷盗 之后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和警方玩起了多年的猫鼠游戏 在美国警方眼里 他犯案无数罪恶陶贴 可在很多美国民众眼里 他反而是英雄 这主要是因为摩尔所干的 无非就是偷点东西 手上没有人命 不酗酒 不吸食为敬品 不与其他犯罪分子同谋 而且他富有爱心 拿钱照顾小动物 再加上他从小的经历 无人管教 患有精神疾病等等 所以民众并不讨厌他 且表示理解 在摩尔和警方多年的追逐游戏中 很多民众也确实 只是当作一场热闹来看 在这期间 摩尔还在脸书上 更新自己的状况 至少获得了6万人的关注和用户 甚至有大量 印有摩尔照片的T恤对外销售 不过也有人觉得 摩尔不值得同情 有人就公开表示 虽然他并不邪恶 但他也不是罗宾汉那样 劫富济贫的陆林好汉 除非他洗手不干 否则他会成为一名职业罪犯 一些被偷过的人说 摩尔是什么人都偷 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 他只顾及自己的利益 从不管他人 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他甚至拿枪威胁过小孩 2014年2月 加拿大拍摄的纪录片 《飞贼克尔特赤脚大盗传奇》上映 2015年6月 美国拍摄的纪录片 赤脚大盗上映 不出意外的话 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 也会继续推出电影 毕竟是花了大价钱的 至于摩尔 自从2019年之后 他就很少公开露面了 一直保持低调的生活状态 对于偷飞机的事 他曾说过 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痴迷 是我一生都在梦想和等待的事情 好了 那以上就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